為了做今次小反思 特地看回《尼未記》11至16章 都是一些關於傑與不傑的條例 看完之後,滿腦問號 以及覺得以前的意識力人真是蠻慘的 有這麼多關於傑與不傑的條例寫下了 看也有時間看,還說要記,很難記 而且不只是記,記之餘還要守 即使你是記得,守到,很多時候 都不明白背後的精神是怎樣 守得一點都不腳 而且也會覺得,為何上帝設定規矩 這麼奇怪,但我又要跟著呢? 舉例子,例如《尼未記》11章 提到有什麼肉可以吃,有什麼肉不可以吃 就說要看動物的腳去到分禍 如果想吃海鮮,吃魚又如何呢? 要看它到底有沒有期和有沒有輪 以前的人說不吃豬 因為他們的條例說豬是不傑 整個文化背景都覺得豬是不傑 幸好,之後就福音傳到外邦人那裡 條例開始放寬了 但放寬的時候,開始就這些位去到爭拗那一輪 最終,保羅的教導清晰之下 今天我們才可以吃豬 否則去到今天,我們差不多整個元素票都吃下肚的年代 一定每天都犯很多不傑的條例 食物的東西就說吃下肚是少 但之後說我的條例更複雜 例如說關於結與不傑的婦女 又或者說一些關於皮膚病的條例 看完之後就更不明白 作為女性的我,看著你未結十二章 她說生完兒子的婦人就是不傑 生兒子就不傑七天 生女兒就不傑十四天 看上去第一個反應 有沒有搞錯,為何上帝這麼不公平 小朋友出生不是一種福氣嗎? 為何還要怪女人不乾淨呢? 為何生兒子就不傑七天 生女兒就十四天要多一倍呢? 很奇怪,有沒有解釋呢? 再細心想下去 其實結與不結,條介是誰定的呢? 以前就說可以清晰一點 因為真的有律例和典章寫下所有東西 但隨著人不斷犯罪 和時代不斷變遷 結與不結這條界線 在新約已經不同了很多 至於二千年後的今天 到底條界又是誰定的呢? 是否教會定的呢? 是否牧者定的呢? 定的時候又按甚麼準則去定的呢? 有沒有關於文化的背景呢? 到底背後的意義和要守的精神是甚麼呢? 其實很多都是很模糊的 我想說的就是 以前有條例的時候 很多人不明白為甚麼要守 也不明白背後的意義是甚麼 今天少了些條例 但那些東西又說得不清不楚 要守聖結 第一件事就先要分別甚麼是聖結 那如果我分都分不到 那其實我怎樣去守聖結呢? 很多東西都可以去爭論 去到足條例 還有有些東西 即使你是守了表面 但你又怎樣去知道 你有沒有守到核心精神呢? 難聽這些說句 演技好的話 其實表面的事是真的很容易做到 甚至今天很多信徒 都因為守到表面聖結的律例 而自居 還要站在道德的高地 指責別人就說別人不乾淨 不聖結 其實真正的聖結是怎樣? 真的只有上帝和自己才知道 結與不結那條界線 是越來越模糊 人越來越難去分 但唯獨有一件事 無論是舊藥年代 去到新藥年代 又或者去到今日 有一件事就是不變 就是上帝要求我們保守我們的心 因為我們的心潔淨的話 我們行事為人很多事都是潔淨的 在模糊界線的年代 就由我們去到保守子的心開始 令到自己成為一個分別為性的肌肉圖先吧!